好,那大致是這樣子啦 大致分享是這樣子 就是外觀跟一些基本的功能 然後我們還有另外一支表顏色 我們就直接打開來看看到底長怎麼樣 OK,那這個手錶的顏色 OK,這是第二款手錶的顏色 它是一個藍色 然後它的金屬也是藍色的 然後它的錶帶是看起來像是一個卡其色 看起來就是我講的就是已經發黃的那個白色錶帶 就真的長得就差不多是這個顏色 好,所以這樣子大概看一下 我應該會選擇這個黑灰的這個顏色啦 看起來我比較喜歡,比較乾淨 這個感覺就是有點像是一個 非常想要凸顯什麼東西的人會戴的東西 因為就是戴在手上 喔,那這個錶帶看起來就是比較可以融入膚色啦 那,嗯,好,管它了 就這樣啦 好,那這個我們今天的G-SHOCK GBX110 GBX100 的開箱分享影片啦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GBX110的開箱分享影片啦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有問題,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盡可能的回覆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開箱影片 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喔 GBX110的開箱分享影片啦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GBX110的開箱分享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有問題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應該會盡量回覆啦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開箱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I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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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 vii I vii i i i